台灣屏東的災情 這個火災狀況 讓大家心情很沉重 但談到的蛋還是一樣 總有節快到了 在一些進國內的食品 相關的市場來講 是很蓬勃的 蛋卻又要漲價了 可以說是蛋荒 本來是個荒荒 心荒意亂的荒 變成了又要缺蛋的荒 為什麼呢 其實當然就是大家想著 只要買國內的蛋 因此國內蛋價明天漲6塊錢 蛋商工會說 中秋過後會漲更多 那麼因為進口蛋的爭議 不斷所造成的搶蛋潮 讓這個價格產生了波動 那麼網友說 進口蛋沒得銷毀 反而用缺蛋來嚇民眾 民眾民進黨開始操弄 蛋農跟人民鬥爭 其實市場機制自然的波動 那麼如果以農委會 這樣的做法 又是說 你看我把蛋這麼多買進來 就是為了市場價格 現在蛋果然漲了吧 但為什麼會這樣 讓大家擔心而漲價 不就是因為擔心蛋的品質嗎 到底誰要負責 神秘的超市 為什麼可以讓農委會 挺成這樣 換掉一個農業部部長 都還不知道背後是誰 雲林蔡農林家欣說話了 其實這個說法之前 蛋哥提到過 他說超市有能力買巴西蛋 因為超市的女兒 在日本最大的雞蛋商 伊士蛋品 這家公司裡面當特助 所以有很多層的關係 透過這裡來買下的蛋 才會有那麼多人說 我們是從日本人手上 搶下救國雞蛋 真的是救國雞蛋嗎 那現在變成一個大問號 其中還有一個關鍵人 一直沒有出來 這個人叫做林聰賢 續產會由他來負責 整個專案的 包括採購進口等等的議題 但是黃國昌就質疑了 從頭到尾他都沒有出來面對過 曾經一眾質詢 引用了很多續產會的資料 結果都是錯誤的 也得不到更新的回應 只有林聰賢一直身影 原來因為他是新潮流星的大佬 國家體制被破壞了 民進黨內是派系大於國家 黃國昌本人意思就是說 派系掌控了現在的民進黨政府嗎 那當然最後這位林聰賢 也就跟陳吉仲一起下台之後 也從來沒有面對過大家的質疑 過去曾經賴清德在任內反來牛的時候 馬英九執政的時候 他當時說如果為了當總統 犧牲人民的健康作為交換條件 那我想乾脆不要當也罷了 但如今看起來呢 大家有黨護航 美市民進黨執政八年 體制被破壞殆盡了嗎 有派系好賺錢嗎 那麼機查結果公布出來要知道啊 我們到底知道全台不是展開機查了嗎 石藥署到底哪些地方還有過期的蛋 或者是混蛋 有不是台灣製造卻標台灣製造的 結論如何 去問石藥署 石藥署回答說 嗯 又連續機查三天完成59家 但是因為礙於時間太晚了 晚上了喔 所以太晚了沒有辦法及時公布 等之後有機會再行公布 什麼是有機會 太晚是幾點 如果我們大家在關心相關資訊的朋友都知道 二次小時都是我們關注的焦點 什麼時候有機會呢 就看他們想不想公布是這樣嗎 這不是攸關民眾民生 我們想知道買的安不安全 是的安不安全 這麼重要的即時資訊 可以不用提供好不及啊 慢慢來是嗎 那麼吹哨者也就是說 對於整起事件 加以監督在農民的專業角度 幫大家看到底政府的資料出了哪些問題 結果這位林北好友的粉專業農戶被出征 而且這個出征還是 直接被恐嚇的狀態 有家人的生命安全的威脅 所以桃園市副市長出徑兵 第一時間就要求地方的市警局加以偵辦 那麼偵辦之後呢 查出來就是一個境外IP 所以當事人到現在還是沒有要告 到警局去告 因為差別很大 他們大家都知道查不出誰的啦 因為一般政府去抓 他們想要說喊稱造謠罵政府的文 幾乎都立刻抓到 例如這個賴清德出訪 巴拉圭有金元這個相關的文章 立刻抓到 抓到之後就送半三文 然後像這個中央把台北快篩送高雄 這個四十幾歲無業的男子 立刻被抓到立刻就移送 為什麼 因為在罵政府或監督政府有不滿的朋友 通常都是爭有其人 就小老百姓 那這些去攻擊甚至恐嚇粉專 是不是網軍呢 還是懂得利用境外的帳號的又是誰呢 所以通通幾乎都是抓不到 是有規劃有規模的 所以在民主分析裡面認為 壞蛋的吹哨者被死亡威脅了 好恐怖啊 黑道治國不演了嗎 民主國家一個小老百姓揭開淡淡黑幕 結果得獨自面對國家機器網軍的暴力 哭著說我為了維護家人的安全 不敢再說話了 我們可以不吃蛋 但不能再旁觀 不要讓說真話的人一再淪為犧牲者 小老百姓被抓去警察局調查局輪流的偵訊 但是真的恐嚇威脅的人卻抓也抓不到嗎 亮哥 這個 這個蛋液的有效期是一年 所以如果他現在不公布對不對 那吳秀美女要擔保 未來一年不會有事嗎 就是大家可以隨便吃 就是這個意思嗎 因為截止日期 因為蛋液你不會看到 它又不是終端產品 它可能就是你的餅 的外殼對不對 它的消費用的地方才太多了 所以你食藥署做這樣的宣布 那意思就是說未來一年你保證沒事 所以講這個就是不負責任 就是未來如果有人吃了肚子痛 或者有其他的感染 那通通到時候你就一翻兩瞪眼 因為你沒有辦法歸陰到這裡 你怎麼可能歸陰 你每天吃那麼多東西 你怎麼會集中說是蛋造成 我之前說一定跟高端疫苗無關之類的 沒有那個高端疫苗至少你去打針 當然我的意思說我們吃東西會引起 因為很難舉證 一些異狀也很難舉證 沒有錯 沒有很難有連結 所以你這裡這個 所以食藥署我是覺得有很多問題 這個就看國民黨總質詢的時候 像這一些人就要逼他們要做一些回答 所以你的意思是未來一年內 蛋一都不會有事是不是 你是這個意思嗎 就像陳吉忠保證過架上已經沒有過息蛋一樣 但結果跳票了 所以我說一定要 因為我昨天就看到費洪泰在那邊問陳建仁 陳建仁就是完全沒有行政經驗 就一副什麼都不懂的樣子 人家說說處理這些 但需要有經費 請問你預算編在哪裡 他也講不出來 需要多少錢他也講不出來 他完全沒有進入狀況 如果說總質詢還可以這樣賴皮 然後你現在人證兩個都下台了 那到時候陳俊基如果上台 他就說委員我要回去查一下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那你到時候新聞還是沒有消 沒有得到任何的事實 我覺得現在民進黨就在搞這種模糊戰 比如說我們再說好了 人家再說 比如說你買好油這個事情 賴清德為什麼 人家覺得賴清德要出來講話 為什麼 因為下台的人裡面有一個新潮流的林沖賢 所以很可能怕變成被攻擊的對象 林北好油有農業的專業 所以你是不是怕林沖賢出糗 所以有一些人在攻擊林北好油 這個時候賴清德就應該跟蔡英文 還有行政院長要求警政署下來辦案 你刑事警察局就要上台 我希望我們下禮拜可以看到這樣的質詢 就是林北好油這個案子 警政署長跟內政部長 還有刑事警察局長都要上台被詢 你們什麼時候可以破案 是境外的IP 那新潮流 新潮流你要不要有一定的表示 不然為什麼超司你不立案調查 然後基態監察院就要立案調查 因為監察院院長也是新潮流 我們可以這樣推論 所以這次的選舉 就是要不要讓新潮流得逞 我們就可以都這樣來推論 因為你們都不講話 有權利的人不受監督 不願意明確的回答答案 那我就把你當作新潮流再選 我以後都不講太清德了 我以後就講新潮流 就這樣 大家都來玩政治 對不對 所以但的真相除了進口這個原因 還是不知道 這廠商到底是誰不知道 連接在市面上到底還有多少 食藥所都還不公布 就好像我們當時我也要按 不是說假訊息假訊息 真辦半天 一樣不了了之 其實我覺得但明天要漲價 我覺得有點奇怪 因為大家忘了嗎 其實這些進口蛋 農業部不是告訴我們 他全部扣著根本沒有拿出來賣 有 有一部分已經賣掉了 就一點點而已 就是還有庫存 他覺得還有好幾千萬都庫存在那 所以照理來講 農業部不是告訴我們說 現在生產都很穩定了嗎 那為什麼會 為什麼又變缺蛋 那表示進口蛋 他實際上還是填補了市場 很大一部分的空間 不然的話 不會造成需求恐慌 至少加工市場 對啊 所以很顯然進口蛋 流向非常多的地方 只是農業部不想告訴我們而已 就這件事 所以我覺得這些都是在鬼扯的 然後這個一式蛋品 這個特殊我覺得很奇怪 現在是等於是在告訴我們說 他吃裡扒外 所以他洩漏自己公司 他自己 他去跟外人結合搞自己的公司 沒有跟他媽媽結合 對啊 就是這樣子 這不是這個意思嗎 那這個人還不被一式蛋品處理喔 因為這個人在弄自己的公司 不是這個意思 假設真的他是幹了這件事的話 所以我覺得我不知道 這到底在護航還是在害他 我不知道 這有點莫名其妙 那至於說 超私這整個蛋的過程 我一直覺得這本來照理來講 是一個很單純的事情 中央續產會出來說明就好了 就告訴我們 你當初到底怎麼處理的 你為什麼會選擇超私 所有的過程 其實從一開始 就應該是中央續產會出來說明 可是最奇怪的就是 中央續產會死都不出來 然後一直是農業部代替他說明 連超私的東西都是農業部代替說明 我就覺得奇怪 農業部為什麼要去幫中央續產會講話 為什麼要去幫超私講話 為什麼不讓他們自己出來講話 這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嗎 為什麼要坐到這個地步呢 對啊 那很顯然嘛 農業部我覺得是受到某種壓力 他必須要出來幫他們講話 不就是這樣 那更好笑的就是伍秀梅 你都已經去稽查了 告訴我時間太晚 擇旗有機會再公布 有機會 就算時間太晚 好了你們不要加班 OK 我可以接受 明天公布不行嗎 為什麼要叫有機會 什麼叫有機會什麼意思 在我看你說有機會要公布 就你不打算公布了 不就這個意思嗎 那你去稽查廠商違規了 你不公布那請問一下 你稽查要幹嘛 我不知道 那你乾脆不要查嘛 你都不打算公布 你本來就應該要公布了嘛 違規廠商不公布行嗎 所以吳秀梅你到底在幹嘛 難道你的心態就是這樣 他違規但搞不好他是更好的業者 是這個意思嗎 因為之前他說高端那個 那個生產不出來 搞不好是更好的產品 不是這樣嗎 所以每天他規則 到底規則什麼東西啊 然後陳建仁 昨天曾民眾問他的時候 你到底能不能保證 一個月之內破案 你知道陳建仁從頭到尾 是左閃右躲 就是不願意承諾 奇怪這種東西承諾有什麼難的 你就直接告訴他說 我一定要求警政組立刻去辦 然後一定要找出結果出來 不就結了嗎 那陳建仁為什麼不願意承諾 就是因為他根本不想辦嘛 就這麼簡單嘛 陳建仁根本不想沾這件事情嘛 那陳建仁你到底知道什麼 你為什麼不想沾 還是這些人 你明知道這些人 就是你民進黨支持的嘛 不然的話這有什麼好怕 你身為行政院長 本來就應該要把這種人找出來 你到底在怕什麼 蘇惠幫我們食安做把關的食藥書 他機查結果 他說等有機會再恐怖 所以我們民眾的食安是有機會 才知道我們安不安全嗎 這一次整個中央跟地方的合作 困難重重 大家知道食安的把關跟集合 是中央跟地方要緊密合作 中央因為掌握比較多資訊 尤其是進出口 所以當他覺得哪裡有問題的時候 他會指派地方的衛生局去查 但是這一次你看第一個 台中在要資料的時候 中央說你公文要來 過去沒有這樣子的 過去是如果緊急狀況 就是一通電話或是一個傳真 資料就要往來 然後就前往查契 可是在一段時間裡面 我們各地方政府跟中央要資料的時候 一直受到卡關 包括台北市政府在禮拜一 就要巴西蛋的流向 結果一直到禮拜四才給我們 禮拜四給我們以後 我在裡面就赫然發現說 其中有一家叫永城蛋品 為什麼我有點嚇到 是因為我知道永城蛋品 有供應很多蛋給團善業者 我們的營養午餐 我們的營養午餐 按照法規是不能有進口蛋的 那永城蛋品 他之前有掛保證 有出去聲明書給這些團善業者說 我百分之百都是有國產蛋 本地食材 對 結果我看到續產會的資料 我們才知道說 他是第三買家 巴西蛋的第三買家 買了四百萬顆 你知道所有這一些蛋商 他可能都是配合農業部的政策 可是你第一時間當大家都在追查 巴西蛋的時候 你不講 然後你又發一個聲明說 我百分之百是國產蛋 然後等到被抓到以後 你又說我有分開處理 這個巴西蛋沒有給學校 這整個過程就讓我們覺得心很涼 你知道 可是始作俑者是誰 是中央嘛 第一個 一開始農業部的政策叫人家改標 保存極限不告訴人家 叫人家說你就自己按照慣例去做 然後第二個當事情發生的時候 資料一直藏著不給地方政府 才會讓整個食安的漏洞一直發生 那講林北好遊這件事情 其實我是蠻難過的 大家想想看 對方怎麼會知道他太太叫什麼名字 住在哪裡 我跟林北好遊認識那麼多年 我都不知道他住在桃園 他太太叫什麼名字 這個人怎麼知道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他還特別用境外IP登錄 然後去威脅 這個是一個有經驗的網軍 我都懷疑他是國家機器 背後是國家機器 要不然你怎麼會知道 人家的太太還有人家住哪裡 所以這個所謂民眾的安全 施安 官方應該要保證的沒辦法 然後幫忙把關的粉磚 現在被關掉了 那到底我們施安不安全 我們是只能採地雷嗎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跟你的風格 嘻 嘻 嘻